OdioJungle 活动等措施改革献血制度 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3月22日报道 血液短缺在中国是常事 尤其是在春节前后 许多潜在献血者离开城市回家乡过年的时候 每年只有大约1%的中国人献血 这一比例略低于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应的预期比例 一些人担心即便是少量的失血也会影响健康 而且很多人担心献血可能会感染上病毒 付钱让人们献血在1998年被确定为非法 作为替代为鼓励献血 政府向献血者发放献血证书 他们可以有权在需要输血时优先用血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允许献血者把这种权利转让给他人 实际上是允许他们把血液直接捐献给需要输血的家人或朋友 其初衷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献血 将有助于补充一免费核利他主义方式获得的血液库存 报道称 这种互助献血制度 常见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 并且在中国也曾取得很大程度的成功 根据学术期刊书血医学评论发表的数据 献血量从1998年的大约500万治疗单位增加到了2011年的2000万治疗单位 但是最近这种制度的弊端变得明显起来 首先献血数量的增速已经放慢 现在已经低于入院人 四的增长 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于成普说 互助献血制度 使得说服人们定期和免费献血变得更加困难了 尽管中国要想在未来几年里满足用血需求 定期和免费献血的做法 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问题是 对于某些大城市医院中寻求出血的患者 出示献血证书 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为必须的一环 由于大量患者从偏远城市甚至别的省份 前往大城市接受治疗 导致这些大城市的血液库存尤其紧张 需要频繁输血 但被认为病情并不紧急的患者 例如正在化疗的患者 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他们最终不得不请求大量亲朋好友为他们献血 这对于没有很多祝福者 以及来自乡辖的患者 是一件尤为棘手的事情 其不可避免的后果 是起初打算去递的那种黑市卖血现象的死灰复燃 康复中的患者 有时会把没有用完的 用血权利出售给仍然在病中的患者 为了牟利 职业的血头 会纠集起一群贫穷的陌生人前往献血中心 在那里 他们假装成需要用血的患者的熟人 报道称 许多省份已经废弃了护注献血的做法 卫生部希望其余的省份也逐步淘汰这种做法 最终 从临近省份掉入的血液 帮助北京的医疗机构 度过了春节假期 有关官员说 尽管献血者也许不再会许诺为特定的患者献血 但他们仍然可以向特定的医院献血 不过从长远来看 政府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动力他主义的献血活动作折 不过